咱们眼前的这位脸上可是写着字呢 满脸都写着无敌两个字 说你无敌你懂什么呀 昨天看评论区的时候发现有观众说 他有一个消灭一拳超人的方法 用18个超级农民就可以秒杀掉一拳超人 大概的场面就是这个样子 你信吗 反正我觉得不太相信 首先一群人撞在一起 下一秒直接判定红队胜利 看清楚是红队胜利 谁是红队呢 那谁是红队呢 显而易见一拳超人才是 随后我们也经历了几次测试 但是测试的结果没有任何的意外 全都是红队胜利 也就是说一拳超人胜利 难怕我们直接操控一拳超人不还手 就从这挨锤 虽然很卡 虽然很卡 但是还是一点效果都没有 后续我们还测试了各种各样的不同情况 比如说增加人数依旧没用 再次增加人数或者是调成慢方都没用 被一拳超人随手一回 就直接打爆了 所以我在想 你是不是当时测试的时候看错了 红队胜利 你看成了蓝队胜利 所以觉得好像一拳超人会被反杀呢 而这里面能够秒杀一拳超人的 也就刚出的六亿天使了 而至于说原版和各种模组里的 除了冰属性的之外 其他的是真的没有一点办法 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了之前一个没玩过的战斗陀螺 大家可能都看过 因为这个出的其实时间还挺早 而这个陀螺比较有意思的 我觉得有开发潜力和价值的就是它的攻击性能 围绕着敌人来回转圈 说真的 改成这个飞剑的模型 比如说这个欲剑飞行 万剑归宗什么的 其实也能打出很不错的休闲派头来 而且他会做的大佬 只需要改下陀螺的模型就可以了 至于六亿天使 出之前大家一定就觉得 他们也就是自己秒杀不了自己 连一拳超人都能秒杀 其他谁还能顶得住他呢 其实并不是 有一个人他们秒杀不了 没错 他的攻击方式还是远程 所以说依旧会被神盾偏转 而神盾就是他们秒杀不了 甚至完全打不动的那个存在